很深的,那當然這個你可以 這邊有個V度卡元素 這個我想你們自己再參考一下 那我是,因為如果說有個順序 然後有個對照表 你比如說怎麼排怎麼排 你先用數字先排完 再把它用V度卡元素 參照過來 這樣會比較簡單 那假如說我這個清單已經做好了 那我如果按照清單 去做排序的話 假設底下,這邊這個工作表清單 這邊有清單1,2,3 那請各位一樣 把這個清單1,2,3,C 放到哪裡呢 放到我們這邊旁邊 K欄到M欄 清單 就是1,2,3 然後 我希望按照這個 假設我今天希望按照清單1 它就清單1,清單2,清單3 最好是怎麼樣,可以有個下拉清單 比如說我今天下拉清單之後 它會按照我的要求 去達到我的目的 所以第一個當然我按照清單1 2,3 這怎麼排序?其實很簡單 這個其實可以怎麼樣 把剛剛的那個從範圍這邊 摳一下 然後貼過來 其實修改一下 這邊改成清單1 假設我是按清單1的話 非常簡單嘛 清單1不就是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K比較好 有沒有 因為它本來是按照 I欄的清單 現在改成用K欄比較好 其實程式要不要改 好像看起來什麼都不用改 就做完了 有沒有 其實其他地方都一樣 只是把那個 I欄改成K欄 做完之後的話 直接把它執行一下 看一下 最後 還要記得怎麼樣 把游標 切回到序子 序子假斑好了 因為最後的話 我還要希望看到那個假斑 點10類整 這樣應該沒問題 直接執行 切回來 有沒有 以斑釘斑四 因為我剛剛 把這個改了 記得把它改 I加1 剛剛是反序 如果相反的話 那這邊記得改成 改回來 再排一次 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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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還要在什麼 減 1 因為它 不是 下面這邊 這邊 這邊是 對對對 不是加1 是減1 OK好 首先可見的 各位比我還細心 好 停一下 那再跑一次 看一下 所以 它直接跑一下 應該沒問題 好 跑完它又切回來了 所以以斑到 跟斑 沒問題 最後切回到 甲斑 可是問題 如果你將來再 複製再貼一個 就 23 可是這樣好像也是 重複的東西太多了 那你 將來如果說 要把一樣的東西拉出來 就變成一個 共用的 程序 對不對 那以後的話 就傳遞什麼 傳遞它的欄會名 哪一欄就可以了 對不對 比如說 KLM 最後如果今天希望 最好是給我一個什麼 下拉清單 這個地方的話 比如說 可以跳出一個表單 這個表單的話 非常簡單 這個表單就是 一個下拉 然後就一個清單 或者甚至把這些東西 通通放過來 讓它自己去選擇 選擇之後按確定 它就可以按照這上面的東西 去做一個排列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其實也是一樣 在這邊的話 有一個什麼 Visual Basic 那我希望做一個清單 類似像 這邊看到的 有沒有 清單排序 上面這一層就可以了 所以最後 請選擇排序方式 然後可以把清單放進來 將來的話 這邊有一個欄名 Stream 也就是說放進來是哪一欄 比如說 I,J,K,L,M 然後呢 它就知道沒有排序 然後當它怎麼下拉清單進來之後 按下去之後 自動就可以有那個效果出來 OK 所以這邊的話 我想各位 先把這邊 我想應該這邊有做過 可以試試看 那這個東西 如果你不熟 這邊也有 List 這兩個 其實就是這兩個做完的 好,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以後 不管怎麼樣排序 我想都不是問題 看你要愛怎麼排 就怎麼排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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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